有一个姐妹,她告诉我一个见证,她古静的家那时候,电出了问题,电线出了问题,所以她很需要一个人来做她家里电的事情,那她有找过很多个了,她可能没有解决到这个问题,那她认识一个人,她私无人来的,私无人,但是她说她没有在古静做,她只在私无做,她把这个事情祷告, 她向神来祷告,神你为我预备,她心里是想要找这一个人,但是这一个人是没有在古静做这个店的,很奇妙的让她去古静的时候,她在那一天很奇妙的,去了一个餐馆吃东西,就遇见了这一个弟兄,遇见了这一个做店的, 那她就跟他提起,你现在去看我家里处理这个电线的问题,这个弟兄就去了他的家,处理了店的问题,很奇妙的, 神把他带到特定的时间,特定的地点,遇到对的人,只有神能做,他不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会遇见你啊,你都跟我说你没有去古静做了,但是他在古静就遇到了这一个人, 因为他把事情带到神的面前,他不焦虑,他说我等候神,让神来做,神你恩宠我,神你恩待我,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机会,我们很常,世人是说碰巧,巧遇,巧合, 我们神的儿女,没有巧遇这个事情,没有巧合这个事情,只有神的安排,神特别为你来安排一下,神特别把机会带到你的面前,把你带到特定的时间里面, 只有神能够带来给我们这样的机会,在《创世纪》24章,神的圣灵也是这样的引导亚伯拉罕的仆人,亚伯拉罕想要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媳妇,娶亲, 但是他不要在迦南地找迦南女子,他想要回到他的本族本国去找,所以他让他的仆人去,回到他的本家去找, 他的仆人回去的时候,你可以去看《创世纪》24章,讲到神怎么样为以撒预备妻子, 在对的时间,在特定的地方,在水井旁,遇到了对的人,利百家,利百家也遇到了对的人,等到了他的以撒, 他根本不认识他,两个都没有见过面的,神预备了,同样的今天,我们需要对的机会, 我们需要有路,神为我们来开路,只有神能够做,机会不是我们能够去创造的,机会来自于神, 我们可以有能力,我们可以有才感,但是再会跑的千里马,也需要遇到他的博乐, 对吗?他才能发挥,他所有的才华,否则,因玄无,愿武之地,对吗? 所以我们也需要机会,我们需要机遇,神知道机会在哪里,神能够把我们带进机会的里面, 神能够把我们带进特定的时间里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